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中的功德时 你就会欢喜好要赞叹 有好要听闻 但你在听闻当下全收那一句佛号 那我才说你是真正净土中人 因为你真正能够担当自信之中的学习的信徒了 你才是真正净土中人呢 不然你怎么能够说你是净土中人呢 你心中还有任何种种分别 这个该这个需要那个不需要 那你当下这一念已然不尽 依然全部不尽 所以这是最初要明白原觉 所以刚刚讲的决心在哪里参 就在根本体中 你要知道它的体像是什么 在现前的用中 你要知道它一定能够成就 所有的现在的所有的信用是什么 因为你知道现在所有的 它能够随缘成就的一切的信用 所以你当然就可以知道 那体呢那体一定是不无相的 因为现象之中是种种信用 每一个信用之中都会呈现不同的像状 但是不同的像状都是一决所起啊 那一决所起能呈现八万四千种种像状 那这个体是什么 那体就是无相 但是你只说体是无相吗 错 它能种种像 所以你要讲它能种种像处 我才知道你是真知无相人 你要心中不能够讲 不能够担当它能现种种像处 你说那个无相啊 那是断灭 你就是抓着无相为相 拿无相之相忘说无相 心性中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那是语言诀 那是你根本平常在用的 每天起来每一个人 每一天他能够离开决心 每天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都是感觉到种种的多彩多姿 千变万化 你仔细思维 那你又是哪个千变万化 你又是哪一个意念中的多彩多姿 你这个大绝心体的根本绝体 他因为他超越一切多彩多姿 他才能够随缘限一切多彩多姿 因为他不是哪一个多彩多姿 他不是能够用一法一项来限量他顾 所以他才能够限尽一切项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生命盎然 这个生命的盎然 盎然处就是在什么 在现前的感觉处 所觉当下 但在所觉的盎然里面 你才能够体会 那个心中根本能盎然的亲近 那个叫能盎然的亲近 我记得昨天好像跟几个法师也讲过 刚好讲到这个盎然 我昨天在讲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三昧水颤 三昧水颤 三昧水颤里面有个加诺加尊者 大家应该常常知道 这三昧水颤加诺加尊者 我们如何把过去古德所制的这些颤仪 再把跟心性之中的种种迹象来和会 释迦摩尼佛叫化佛 所以到了释迦二字就叫能人 因为这个人大觉心体 他就一定能够随缘骗照 随缘视线 叫能人 所以叫释迦 夹者是什么 夹是一切 他能够原备一切缘起 原备叫做夹 然后你念念就在这个如实上行持 所以一个夹字中成一个走字 那叫释迦 所以另外有个解释就是夹者 就是不要不要讲那个走字时 夹者从力力量的力从口 使一切决心入一切缘起之中的根本心中的 决中的力量所现所宣出处 你念念都在上面行持 所以夹一个走字旁 那叫释迦 所以这个夹字就是能人的人字 这个释制就是能 释啊 他能开显故 释就是开放 开显 开宣为释 夹者就是那个能人 但一般行者最初就在根本大觉心体 他本来能人之处 他能够骗照之时 你念念要回光在这个根本的夹字之上 所以叫做尊者 你念念就要在这个夹字上思维 可是最初的行者 在心中逆了这一念根本的主念 这个主念叫做尊者 行者念念之间要在心中立一个方向 他要尊崇这个方向 就他这一念就他的主修 是他所尊所崇 因为大觉行者所尊所崇 都在哪里说尊所崇 在根本回光 根本照见本来面目 照见根本能人能及的 本来的信德上回光 但是最初回光时 我们还是凡夫啊 最初回光时 我们可能都还是用到什么 用到现前的众生过去的世间之间 用到过去的世间之间 所以最初的加诺加是贫困潦倒 贫病交错 虽然你有回头的这种发心 心中的所尊 这种至高的这种意念 但是毕竟还随众生业感固 所以所见之时还是贫病交错 贫者是智慧不足的 叫做贫 病者是所有一些过去流转的业障未消 还是在这个上面说种种其心的 所以他回过头来讲 这个世家既然他能够随缘呈现 所以世家正呈现处 就是所有一切缘起 能够现种种庄严之前 所以缘起能现庄严之前 第一个名字就是谁 就是入世间的第一个名字叫缘昂 就是缘昂 缘者衣服的衣也 他能够缘 就是衣一切缘起 昂者昂然 他本来大觉入世的缘昂 可是就在大觉入世的缘昂中 你会发现决心 他本来就能够随缘 能够现一切昂然 可是就在随缘现一切昂然时 你的决心就向前一步 你就会跺在昂然之中说昂然 那个叫做朝错 朝者一个日一个照 日就是决心照耀之处 这个照就是迹象 大觉所现迹象错了 交错叫朝错 那就是朝错 所以朝错现前处 他就念念要害缘昂 所以历史故事也是朝错要杀缘昂 朝错现前处 你那个本来能够随缘的心中的根本的盎然 就模糊了 就被暧昧了 你这决心就剁在朝错上了 朝错虽然有杀缘昂的心 但是朝错不能够成其形 为什么 因为你朝错谷你所造错谷交错谷 所以在交错当下又在所有的一切感觉之中 你妄刃昂然 所有的一切感觉中妄刃昂然就是下面的缘昂 所以本来朝错起处是要杀缘昂 可是朝错就是你决心你造错之时 在下面妄刃昂然 其实下面的昂然是你决心本来能够入缘的昂然 本来能够入缘的昂然 你一心就在这个错中复杂中 在这种错现当下你就追逐所有成像所现所起的昂然 最后被灭的是后面的缘昂 反缘昂杀了朝错腰斩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你历史故事都是如此 朝错先要杀缘昂 后来却被缘昂所杀 对吧 然后你就抓着这样的缘昂 就抓着成像之中那种昂然 你在实事里面 以他为师 以以为这种昂然 这种知见 这种感受 以他为师 你最最最最后想要修行时 你还是抓着实见之中的昂然 觉得我有正 有德 你还是在上面 不断的以他为师 所以叫实事国师 以为物达 你以为是物 以为是达 你的物达都是末梢的缘昂 都是末梢的缘昂 那末梢的缘昂 你以为物达 你以为有所物 有所领悟 有所达 其实都是在最后的缘昂 所以这个每一个认为 有所物 有所达中 每一个缘昂的表面 现前处 它都会什么 显出朝错的冤屈 所以后来的原昂就是物达 物达国师 他以为有物有达 所以那个物达就叫做傲慢 叫最初的傲 最初的慢 我们现在的行者 也就是在这个每一个过去的世界 世间之间开始起修 所以都会在这个世间之中 认为有物有达 那都会傲慢 都是在这个上面还是慢 那你说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在这个每一个念头 你以为有物有达的当下那个表象处 因为它还是过去你流转在世间最末梢以为的盎然处 所以在这个以为的盎然处 它就包含了过去你挫展超错的种种冤屈 所以他在任何的念头起处 那个表面上就是窗庸 就任何感觉的表面上就是窗庸 所以叫人面窗 他长在哪里 长在膝盖上 什么意思 就是行者念念之间 心至所行之处 他就滥坏你的所行 就滥坏你的所行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还以为有物有达 那将来还是滥坏 那都是将来流转处 但是你说那反腐行者怎么下手呢 就在这样的所有的一切世间之间 在表面处都是窗庸处 你只要行者念念之间 不肯违迦诺加尊者 你这一念心虽然还是世间的之间 但是我用世间的之间 我也要上求一切诸佛 本来能够入元起的元昂的种种状元 所以你会在现成的世间之间里面 你觉得有知吗 你觉得有物吗 觉得有知有物 决心能决之能决物的 那个决都不是决 不是知不是物 所以你自然而然 就不会启程潜在的供高 我觉得我有体会 我有领会 我觉得有任何领会处 觉得领会的那个决都不是这一念 所以下面那种慢弃自然不起 慢习自然不起 你念念都在家 诺家 诺者 应可 应可什么 应可 根本大觉的世家的根本能人的智慧 你只要这样子念你之间 虽然现前处都还有朝错的冤屈 都还是念念看到都是世间人面疮处 但你只要致争恳切 这样子礼尽家诺家 那你心中所流露的就是三枚水 他必定能够帮你洗净过去的种种错知错见 这是三枚水颤 你心性之中 常就有如是的 加诺家 你心性之中 天天所上演的就是朝错杀原岸 原岸斩朝错 那么 念念之间都是如此 所以看到世间的公案 世间的故事 你会发现只要是大觉万法违心 虽然陷到世间 他用种种人事物 你随手拈来 你会发现人事物都不会超出 如是命数 如是信中的数量 如是大觉心体的数量 所以你这个时候行者 才能够真正致诚恳切 老老实实相信万法违心 当你真正知道老实相信万法违心时 谁还要在烦恼上面望说断烦恼 他当然就在烦恼上面 去体会他就是绝体的作用就是了 所以叫做烦恼吉普提 你不必在静色上面说断静色 你只要在静色上面知道他就是静体就行了 当你知道他是静体时 静色依旧在 所以叫做不舍众生界 但是却看到静色依旧在时 你念念住的是根本的静体的清静 所以不舍众生界 即下就是菩提心 当下就是菩提心 所以那是你本来的面膜 你念念之间哪有舍众生界 你念念之间哪有离开这那大觉心体 所以这是你天天在用 那你却不肯去认 所以不肯去认总是在自己的起行中 修行之中 还要妄认攀缘现在 用现在的知见 我只要念佛就好了 其他就不用了 你是真元岸 你是真悟达 你要改掉那个悟达 悟达拜了加诺加以后 从此以后他还叫悟达 这个悟达就不是过去流转在末少的元岸中的悟达 这个悟达是真悟达 所以他才是国师啊 那还是真正照见你心中 所有的一切智慧的统御处 心中智慧的统御 统御者国也 你能够治理者 师也 那是真正的国师相 所以你心中要常常如是洗三枚水 所以要是不知道如是洗三枚水时 你要说帮忙大中 拜三枚水灿 也拜不好大家的灿 因为大家是抓着真有如是 夜故我要颤 行者要拜三枚水时 因为众生不知道 但行者知道 所以念念如是做官 念念在加诺加尊者上面 礼敬加诺加 礼敬加诺加的目的 是要还到世家能人的智慧 所以观现在的夜感 哪个不是大绝心体的本来面目 你要认错时 就随夜感之中 他无止境的妄想造作 你要认对时 所有的一切妄想的势力 全收清净 我再把这一念的观想 回向给现在所有参与法会 拜三枚水灿的一切众生 那才是真正三枚水灿的法会 那是古德利的三枚水灿的这种行仪 所以古德利的这一切 这个灿仪中 哪一个不是道家的法门 哪一个不是直下要行者 直下担当的行持 你说你弄错你弄错时 你还以为真的只是在夜感中忏而已了 夜感中怎么忏 要在加诺加尊者上忏 要在大绝心体上忏 谁来忏 哪一个行者的悟达的这种惭愧来忏 那你是真忏三枚水 真叫忏三枚水 所以这是圆绝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批语就是告诉你体会圆绝 圆绝中在体中它就是什么 不能可以用一法来立 用一法来指成它 可是用中你去法法都不要忘记 它就是绝体 所以这个上面就有体相用 体相用就有三 万法一定是三术能够成就的 连中国人都讲万法始于一 成于三 三生万物 开始成于三 然后呢 玩具于十 圆满于十 法中的法术就是如此 就是你心性之中根本 所以既然是心性中的根本 你会发现佛法身三 经历论三 体相用三 但是讲到这个三就是什么 就一体能够成就万法的三 所以一体它不是绝体它不是一相一行 所以刚刚讲到绝体当下体中一定有它的体德 你这个不能混乱 所以它就一定能够随缘称量叫做相 你也不能够不明白在随缘称量这个相中 它就能够念念清净成就 念念清净成就 就是用了 也就是我们讲的生 静持相 没有那个念念的清净的成就 没有现前处哪能够知道大决心体它必定能够成就万法的相中的根本的亲民 没有这个相中的亲民 你怎会知道原来它就具足如是智慧的本体 只是在这一体式三当下 你要能够慢慢思维那个三中的剑刺的差别 但让你去明白那个三中剑刺的差别 不是要你剁在差别 是要你知道差别 因为明白一切差别处才是圆容真正那一个一如石 你能明白一切差别 他才真真正圆容一如 是不是要你背开差别 你再找个一如一什么如 一如的意思就是一切差别都是一 那一切差别都是一 那当下这个人都一定包容一切差别 所以就是上面上次讲的 你要真正正得心理的无差别制 无差别制在哪里正 你天天就要在种种差别上正 你要能够正得诸佛的入一切差别制 你要入一切差别制在哪里正 你要天天思维大决心体的根本无差别上正 所以差别要在无差别上正 无差别要在差别上正 这个叫做道彼岸 这个叫做波罗密 这不是讲玄也不是讲庙 这讲你心性就是如此 你本来天天就在用 所以你要真正知道心性就是如此 你怎么还会在世间的种种业感妄想之中 再要寻求一个解脱 所以你就会才会知道原来过去 本来现前的一切境界本来解脱 只是你妄认所以你才流转 所以叫破旺显真 旺境还原 所以这个旺境还原处将来你还是能够什么 呈现一切啊 就好像你真正正到静体时 你坐在静体之中 七明中一样照色 黑来照黑白来照白 这个时候站在静体照黑照白 它还会剁在黑白吗 因为黑白就是镜子 镜子所现的黑白 它还会随便旺说我剁在黑白吗 我若还有剁不就是二吗 它还会随种种黑白流转吗 所以你要是真正正得静体时 黑白一切千变万化 一旧呈现了 但你要是不知道静体时呢 你站在静色 妄想说种种出离 妄想说种种的这个艳离 妄想说种种的什么解脱 那不过都是痴人说梦 你站在静色上面不认静体 你站在黑 你站在白中说我再也不受你迷惑了 再也不受你迷惑了 你再也不受他迷惑时 你这个色就叫做不受迷惑的迷惑色 还是一个色 你以无色为色 那还是镜色 那都是镜子现的 谁要你在镜色上面不断的妄想去想要找到迷惑不迷惑 你单单要担当回头认静体就行了吗 你只要知道一切黑一切白都是静体 直到知道黑白都是静体时迷惑全消 不但迷惑全消 黑白人就在啊 黑白人就在时 所以他能够明白什么缘故黑 黑是代表什么 黑的一切法清清楚楚 黑会给别人什么样的迷惑清清楚楚 黑还会给别人什么样的正面的启发清清楚楚 他能够入一切法中差别之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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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